好 教你们看一下知识点 发展战略的主要途径 首先我们要知道 发展战略呢 我们可以选择的途径有三种 至于呢 我们在前面讲到了什么 公司战略的三种类型 发展战略 是吧 稳定战略 收受战略 然后这个发展战略呢 又分为一体化 密集型多样化 那么这些战略呢 是吧 怎么去实现 好了 这是我们本知识点要讲的问题 本知识点有三个 一个是发展战略途径呢 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讲的外部发展 也就是我们说的并购 还有呢 内部发展 也就是我们说的新建 还有就是什么 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 其中 并购和战略联盟 在考试当中 属于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的 内部发展新建 考的要稍微少一点 尤其在客观题当中 考的很少 在主观题里面呢 考的也还是比较多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三种途径呢 我们分三个知识点来讲 第一就是并购战略 发展战略的主要途径 并购战略 好 首先看一下 那么 并购战略呢 我们说的它也叫什么 是吧 它也叫外部发展 也叫外部发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定义外部发展呢 对不对 好 外部发展是指企业通过 外部经营 取得外部的经营资源 是吧 来谋求发展的一种战略 就是谋求外部的经营资源 外部指的是什么 本企业是外的 是吧 我们去收购人家 去兼并人家 就是属于什么 外部的经营资源 收购是收购 其他投资者 手中的资产 并购是并购 其他投资者 手中的资产 那就属于取得外部的资源 然后呢 外部发展的 狭隐地 还内涵就是什么 就是指的并购 说我们前面 并购这个支持点 叫做什么呢 叫做并购战略 不是说了吗 外部发展 就是并购 一个意思 内部发展 就是新建 好 那么既然说我们外部发展 叫并购 那么并购又是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 并购包括什么 合并与收购 合并收购 简称并购 对不对 合并收购 好了 那么这里的收购指的是什么 收购指的是一个企业 购买和吸引了另外一个企业的股权 而控股该公司 看到没有收购行程是什么 是控股该洗 购买息或者吸引了另一个企业 另一个企业指的是被收购者 它的股权 而是吧 控股该洗 好了 那么这个收购呢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它就是一个股权收购的概念 你看嘛 控股 是吧 它的股权 而控股该洗 控股该洗 什么意思 比如说 以前A B是两个独立的公司 现在呢 它们这些没有关系 现在A把B收购了 这一收购 那么A就变成了什么 A母公司 B就变成了什么呢 子公司 它们形成了母子关系 这就是什么讲的 收购 一个企业 A购买了 是吧 另一个企业 B的股权 而控股该洗 那么这个时候 A就是B的控股股东 对不对 当然一般来说 控股呢 要求什么 达到一定的比例 比如说我们 如果说 我们持股 简单讲啊 超过50% 那就叫控股 是吧 当然啊 没超过50% 满足其他条件 从会计者的角度来讲 它依然可能是控股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合并呢 是吧 合并是这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体制 建立一个 重新组合 好了 那么这叫做合并 合并 我们学会计知道 合并包括什么 包括 程序合并 新色合并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呢 合并 好 我们一般来讲呢 是吧 合并它更多是一种什么 它更多是一种吸收合并 就是这样的 那么合并完了过后 是吧 有可能就是说 A跟B 合并完了 就只剩下什么呢 就只剩下A 对不对 或者 只剩下B 对不对 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什么 程序合并 其中有一家在 另外一家不在了 好了 另外一种合并是什么 A加B 说A跟B合并 A和B都不在了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C 那么变成一个新的结果 是吧 这叫做合并 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企业之间的一个 重新组合 当然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但是曾经我们说了 这些定义 曾经在考试当中 在检查当中 在主问题里面 也要求你写一下它的定义 这还是要注意的 好了 这是讲外部发展的定义 那么换成并购 跟它一个意思 那么并购的定义 将一来我们就对这个外部发展 基本的内涵也就清楚了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并购的类型 好了 这个并购类型呢 在考试当中 世界还是比较广泛 那我们这里有什么 有四种 划分 有四种四角的 划分 四种 哪四种呢 一 我们看一下 按照并购双方 所处的 双方所处的 产业 那 后面还按照他们的这个什么 态度 他们的什么 身份 对不对 与他们这个什么呢 资金的来源 那么这样一些方面的分类 我们一共来讲 四种划分 第一看一下 按照所出的产业分类 分为什么 那么 按照并购方 与并购方 所出的产业 相同与否 是吧 看到产业 是否相同 分为什么 横向并购 纵向并购 和多元化并购 三种 那 横向并购 纵向并购 而这个中向呢 要注意了 它也什么 是吧 还分为这个 一体化 对不对 那 这个前向一体化 前向并购 还有呢 或者叫做 后向并购 中向还要分 向前是向后 如果上游对下游的并购 叫前向 下游对上游的并购 叫 中向 哪叫中央 中向 好了 那么这个 跟我们前面讲的 是吧 相关问题 这个像什么 比如我们讲的 横向并购 中向并购 这就是什么 一体化的 相关问题 是吧 就跟一体化战略 是对应的 在前面这两个 就跟一体化战略 是对应的 而这多元并购呢 就跟前面讲的 多元化战略 是吧 多元化战略 是对应的 好 那么看一下 前面讲一体化战略 不就分为什么 是吧 横向一体化 中向一体化吗 对不对 横向中向 中向一体化不就分为 前向一体化 后向一体化吗 所以我们这里的并购呢 也是对应的一个划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 什么叫横向一体化呀 是指 并购方与被并购方 处于同一产业的并购 并购方和这个被并购方 处于什么呢 同一产业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说 A百货公司 如果去并购B百货公司 那是什么 你看 他们都属于同一产业 都属于百货业 那么这个是无论是A并购B 还是B并购A 那叫什么 那叫横向 因为他们在同一产业链 他们不是上下游关系 对不对 不是上游下游关系 好了 然后呢 那么中向并购呢 对不对 中向并购是指 在经营对象上有密切联系 什么联系 什么联系吗 属于产业链的上下游的 是吧 关系 这里说的有密切联系 就是上下游的关系 然后呢 但出于不同阶段 是吧 而出于不同的产销阶段 他们阶段是不同的 如果相同的话 那就横向了 那么一个在上游 一个在下游 好了 他们之间发行并购呢 就叫什么 就叫中向并购 就叫中向并购 好 那么中向并购呢 按照我们产品 实体流动的方向 按照产品实体的这种方向 又分为什么 分为前向并购 后向并购 前向什么意思 我们说 如果上游并购 下游是吧 我们说 如果上游收购 下游 我把它简成上收下 是吧 如果上游收购 下游或者并购 吸收是吧 合并下游 那就是指的 原则实体的这个方向 实体流动方向 就是上对下的方向 我们说上游中游下游 对不对 从上到下这个方向 叫实体流动方向 就是上游 向下游的方向 所发生的并购 叫做前向并购 叫前向并购 好了 那么这后向并购 是吧 甚至实体流动的反方向 是吧 反向 实体流动的反向 所发生的并购 怎么样反向呢 反向解释的是下游 是吧 比如去收购 是吧 上游 下游收购上游 那就是我们想的 从下往上 对不对 从下往上 好了 这叫什么 这叫后向并购 这样的例子 前面讲的很多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这个什么呢 钢铁企业 上游 去收购什么 去收购 造船厂 对不对 因为造船厂 需要大量的钢材 而钢铁企业是它的上游 造船厂是下游 如果钢铁企业收购 造船企业 那就是 前向并购 而这个后向并购呢 是吧 比如 钢铁企业 如果是钢铁企业 去收购什么 收购 煤矿企业 大家知道 钢铁企业在跟煤矿比 钢铁炼钢需要大量的煤 煤是它在供应商 煤是上游 钢铁是下游 因此 钢铁收购 煤矿 属于什么 就属于下游 收购 上游 那就属于什么 后向一体化 你看 后向并购 你说 这个后向并购 不就是前面讲的后向一体化吗 是吧 前向并购不就是前向一体化吗 对应的吗 好 这个你把前面的一体化载 你如果说理解的比较到位 这里就非常简单 然后呢 这叫什么 多元化变购 好了 我们说多元化变购是指 企业处于不同的产业 好 关键点 在经营上也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是吧 好了 所以经营上没有密切联系 什么意思 他们不是什么 他们不是上下游 关系 如果他们是上下游关系 那么他们就属于 中箱并购了 好了 因此我们这里 处于不同产业 顿号 其实 要把这个顿号理解为什么 顿号理解为 切 对不对 切 在经营上呢 没有密切联系 要不然你会发现 前面讲的我们说 钢铁收购煤炭 钢铁煤炭也不是同一产业 他们也是不同产业 但是不同的是 他们形成了上下游关系 他们不是没有密切联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一定要把这个多元化 跟什么 跟那个一体化 一定要注意区分 一体化无论是上对下 上下还是下上 是吧 他们肯定不是一个产业 那么产业之间是有上下游关系 那就不一样了 好了 说这叫什么 如果不同产业且没有密切联系 那就是多元化 如果不同产业且经营上有密切联系 那么钢铁煤炭 钢铁炸炭 那就是中项并购 对不对 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个顿号理解为切 理解为切 所谓没有密切联系 就指的是不是上下游关系 不是上下游关系 好吧 这是第一个总划分 第一种划分 那么第二种划分呢 就是按照并购方的态度 是吧 态度什么 也是友好还是不友好 友好叫友善并购 不友好叫敌并购 好了 我们说友善并购呢 是吧 通常是指并购方 与被并购方通过什么 关键点是在这里 通过友好协商 确定并购条件 比如说我们怎么并购 出多少钱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友好协商方式的确定 双方要什么 双方意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 大家才并购 如果有一方不同意 就算了 无所谓 对不对 我们不会说 你不干 不行 我非要收购你 下面第一并购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里关键是 一 友好协商 二一见一致 对不对 一见一致 那如果达不成 那就算了 就不再并购 是吧 所以说 一致的情况下实现 产权转转为一类并购 叫做友善并购 好 我们国家发生的绝大多数并购 都是什么 都是友善的 好了 而且可以这样说 只要不是在二级市场 完成的并购 它都是友善的 只要不是二级市场 都是友善的 当然 二级市场也有友善的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一并购呢 它又叫做恶意并购 一个意思 好了 我告诉你 此类并购都是在什么 都是在我们的二级市场 完成 第一并购都是在二级市场完成 我们说二级市场什么意思 是在股票买卖市场上完成的 好 通常是指当友好方 是吧 友好协商遭到拒绝后 是吧 那就已经不友好了 然后呢 并购方不顾 被并购方的意愿 那就是强行并购 是吧 你不让我并购 我就什么呢 反正在二级市场上 不停买你的股票 对不对 采取强制手段 好了 什么强制手段 这个强制手段就是什么 就是大量买入 在二级市场 刚才讲的 在二级市场 是吧 买入你的股票 一般来说就是这样的手段 二级市场 我有钱就买嘛 天天把这股票拉得涨停吧 人家肯定要卖 人家一卖我就使劲买 买到一定程度 我就超过你变成第一大股东 对不对 好了强行收购呢 强行收购对方企业的一种并购行为 好了 那么我们说了 这个比 这就是比 他是友好协商遭到拒绝 有的时候根本友好协商 根本就没实施 一来就不跟你友好协商 是吧 你比如说我们在什么呢 在二级市场上 这些年比较著名的 前几年 就是那个什么 保能 是吧 收购万科 是吧 保万之争 保能收购万科 就是想变成万科的第一大股东 他就没跟你协商 直接就是什么 二级市场买你的股票 使劲人买 你只能通过买股票 变成第一大股东 是吧 他这样买入股票的目的是什么 似乎了 如果说达到了这个第一大股东的 是吧 这样一种地位 目的是为了变成第一大股东 那变成第一大股东 当然就什么 当然就完成了对公司的控制 已经完成了这个并购 这什么讲的第一并购 也就二亿并购 好了 第三呢 是按照并购方的身份 是吧 什么身份 你是产业资本呢 还是金融资本 所谓的身份 就是这样的两种身份 如果你是产业资本 实施的并购 那就叫做产业资本并购 如果你是金融资本 实施的并购 那又是金融资本并购 那又是金融资本并购 好了 那么这两种并购呢 我们从四个方面去对比一下 他们的意图 他们的这个不同 好了 那么并购方一个是 第二是呢 并购的方式 还有呢 并购的目的 还有呢 并购的特点 并购的特点 首先看一下 好了 我们说 我们说 并购方的 我们说了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不同 因为这个我们划分的标准 就是按照并购方的身份来着 所以第一就是并购方 并购方是什么 是非金融企业 注意啊 非金融企业 是什么 是产业资本 是从事实体 是吧 业务的 经营业务的 从事非金融业务的 这样一些资本 这样一些企业 好了 那么然后呢 金融资本并购呢 我们的并购方是谁 要么就是投资银行 要么就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是吧 像什么 金融投资企业 什么私募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 我们先说的风投 对不对 好了 你发现没有 这都是什么 这些投资银行也好 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好 他们都是什么 他们实际上都是金融资本 对不对 他们都是金融资本 所以说并购方 一个是非金融企业 一个是金融企业 金融企业 好 第二个呢 并购的方式 那么并购方式呢 产业资本并购 它的并购方式是什么 在证券市场上 取得目标企业的股权 一种是 取得目标企业 二是向目标企业 直接投资 什么意思 我直接给你注册资金 通过直接的增加你的注册资金 变成你的股东 对不对 好了 证券市场上 取得目标企业股权 那是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间接 投资 对不对 间接投资 我们知道 投资不分直接 不是要分直接跟间接吗 对不对 那 什么叫直接 直接就是我们双方 是吧 双方 那 直接进行什么呢 进行交易 面对面的交易 那 好 这个而且呢 不一定通过我们说的 证券这种方式 叫直接 而间接呢 是吧 那 我们就要通过 证券市场 对不对 那 证券市场 好了 这是讲的一种 间接投资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都有涉及到 那么这 集中资本并购呢 其实也有这两种方式 你看啊 说集中资本并购 集中资本 直接目标企业谈判 看来说的 这还是有点什么 友善的 谈判嘛 以一定的条件 购买目标企业的所有权 或者 当目标企业 增资扩股时 以一定价格 购买其股权 好 我告诉你了 哎 购买目标企业股权 或者说 增资扩股时呢 购买其股权 其实还是购买股权的 对不对 那购买其股权的 那 好了 这是怎么呢 这是我们对应 给我们前面讲的 这还是什么 这两种都属于什么呢 都属于直接投资 事实上 这两种都属于直接投资 都属于直接投资 然后呢 金融资本在证券市场上 是吧 有金融资本 在证券市场上 收购目标企业的股票 从而达到控股的目的 这是什么 通过收购目标企业的股票 是吧 这叫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也叫 间接投资 事实上 这也是 间接投资嘛 对不对 收购目标企业股票 就是间接投资 从而达到控股的购币 我们只要通过证券 就叫间接 不通过证券 就叫直接 知道吗 不是通过什么股票的方式 只要是通过股票 是吧 那就是间接 所以说其实并购方式呢 他们还是有相同之数的 无外乎都是直接或者建计 而且金融资本可以直接也可以建计 我们的产业资本可以直接也可以建计 这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并购的目的呢 那么产业资本并购受了什么 分享企业的产业利润 就是说我们这个产业资本并购啊 是希望被并购企业通过什么 通过经营 盈利 然后呢 风红 然后呢 赚钱 他们这个产业资本的这个利润 主要是靠什么 主要就是靠风红 我告诉你 主要就是靠风红 靠背头起的风红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金融资本并购就不是这样的 那么金融资本并购 它不以谋求产业利润为首要目的 这个也就是说 风红不是主要目的 不以谋求产业利润为目的 那就是说 不是什么 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风红 非 风红 那么不是靠风红 靠什么呢 而是靠购入 然后出售企业所有权带来的投资利润 我告诉你 这个投资利润是什么 说的 简单点叫什么 叫价差 什么价差 如果说你这个什么呢 十个亿买进来 是吧 十八个亿卖出去 好了 它干了就这个事情 那十个亿买进来 十八个亿卖出去 直接赚八个亿 是吧 这叫什么 这抓短八个亿不叫风红 叫什么呢 叫价差 就是什么说的 投资利润 其本质就是价差 所以金融资本主要是靠价差 当然了 如果在持有金融翻到红 它也会 也会实现这个收入 但是这不是它的首要目的 是吗 不是首要目的 首要目的是价差 而我们这产业资本呢 是吧 产业资本你买哪个 买哪一个企业过 它就受了长期持有 它不是为了把它卖出去 对不对 不是为了把它卖出去 好 那么 在什么讲的 以并购方的身份分类的 这个什么呢 第三个对比 并购的目的 然后呢 并购特点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 我们这个产业资本并购 那就是直接界面 通常是大家面对面的谈 所以说 争风相对寸利必争 谈慢时间长 条件比较苛刻 那 条件比较苛刻 为什么 因为你想吗 他主要是考封红啊 对不对 我们这个通过谈判 我的投资越少 是吧 未来封红一定的情况下 我投资越少 我的利润率就越高 对不对 如果我们预判 这个公司 买了它 这个什么呢 两亿股 以后每年就能分两个亿 的利润 那么 如果两亿股两个亿 如果两亿股 你每股花十块钱 花五块钱 那是你花十个亿 以后分 这个什么呢 分 是吧 两亿元 20% 如果说你 这个什么呢 如果你花每股 十块钱 那两亿股 20亿 20亿以后 每年分两亿 那就是有10%的利润率 所以说这个 它影响 它是未来的利润率的问题 好了 而这个金融资本病毒呢 一问它的目的是什么 受了买入并卖出 那就要求什么 要求一个企业 它的这个股价 有一个什么 股价 或者股权的价值 有一个持续上扬的过程 否则 你就不能什么呢 你就不能 或者价差 而且 我们这个也可能什么 你要买了星期过 它就可能跌了 是吧 股票 所以这个是有风险的 具有较大的风险性 具有较大的风险性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其实都不是它最关键的 要说的话 你说财源资本并购 如果是要目标企业图 这个 如果是购买目标企业的股权 它也是什么 也是有风险的 当然买的股票都有风险 只不过呢 我们这个买的股票 我不是有某些价差 我是为了某些风红 你只要风红可以 那以后股票涨跌 反正我也不卖 它没了这样的股票波动的风险 知道吗 那 好了 所以说 这就有什么 这里面讲的这个交代风险是什么 讲的是 它的这个股价 对不对 股价 波动的风险 而我们这个什么呢 产业资本并购呢 是吧 它就 没有 没有股价波动风险 因为问题股价波动 我反正也不卖 我就是为了获得风红而已 是不是 好了 所以这个风险性呢 这样来理解 好 就是按照并购方的身份呢 首先要知道 风为两类 产业资本并购和 机动资本并购 第四 按照收购资金的来源 就是我们购买的时候 资金怎么来的 是吧 也是负债 来源指的是你负债 还是自由资金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么再分为什么 杠杆收购和非杠杆收购 好了 那么我们前面讲那个放弃战略 是不就讲到什么 不就讲到管理层并购 是吧 管理层杠杆收购吗 对不对 好了 前面就讲到了 杠杆收购讲的是什么 在并购当中 看到没有 主体资金来源 收购方在实施收购时 主体资金来源是什么 是对外的负债 是吧 是对外的负债 当然 负债都是对外的 有时候老师会不会有对内的负债 没有 我们资金来源 如果想对内对外的话 对内就只有一种 就是什么 利用留存收益 好 那么这个主要是对外的负债 即是在银行贷款或者金融市场借贷的支持下完成的收购 他是靠什么 是靠借贷来完成的收购 就靠借钱完成收购 注意哦 不是借一点 是主体资金来源 所以以后你在考试上就能看到说 某企业 并购当中 资金60%来自银行借款 或者80%来自银行借款 然后呢 这个杠杆收购呢 就是负债来买嘛 比如说我们A企业 是吧 A企业 去收购B企业 钱哪里来 找银行借 是吧 找银行借 银行去借钱给A A再把钱拿去买B企业的股权 是这个意思 那 好了 那么杠杆收购的突出肯定是什么 收购者不需要投入全部资金 不需要投入全部资本 为什么 因为主体资金来源是什么 是负债呀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并不又投入全部资本的 我们的资本主要是来自什么 负债 债权人出资 这是一个突出特点 第二个呢 向远分析 只有在全部资产的收益 大于我们借贷资本的平均成本时 杠杆才能产生正效益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负债去收购 你要发挥良好作用的话 比如说 假设到银行借钱 平均资本什么多少呢 假设5% 当然这很低了 然后呢 我去购买这个企业 而这个企业呢 每年能够带来什么 是吧 全部资产收益率 能够带来比如说 18% 哎 那你发现 我们收购这个企业的收益率 年年投资报酬率 可以达到18% 而我们去接下来 只需要花5% 那你想想 用5%的资金 5%成本的资金 去做18% 报酬率的是问题 事情 那当然我们这个 附带就能发挥 财务杠杆的正中用 是吧 这讲的是财务杠杆 产生这个正应效应 换句话说 什么正效应 这样一来对企业 就是有利的 对不对 对比如刚才说的 A收购B 找银行借5% 投资他18% 这个钱借来干的这个事 当然就对企业有利 但是 如果你找银行借钱利率 假设25% 然后呢 你借了25% 那你投资赚18% 你说你有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这样 钢杆就会产生 负效应 是吧 这对钱就是不利的 对不对 好了 然后呢 风险评价 我们说 刚刚说过是一种什么 风险很高的 并购方式 它为什么风险高 因为你大量的负债 对不对 负债就会产生什么 就会产生我们 是吧 产生这个什么 大量的利息 而利息的存在 就会导致什么 就导致我们说的 财务风险 是吧 财务风险 就会变大 因此呢 风险非常高 我们这个衡量财务风险 在学财务管理时 老师不是跟你讲吗 有什么 有个财务指标叫 DFR 财务杠杆系数 可以来衡量我们这个 财务风险的大小 对不对 风险评价 好了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非杠杆收购 那什么意思 主体资金来源 是什么 是自有资金 反正一句话 不是借的 对不对 自有资金 就是什么意思 它不是借的资金 不是靠借 那么这种 就叫做 非杠杆收购 非杠杆收购 比如说 我们这个什么呢 主体资金 假设 我们80% 主体资金 都是靠的什么 靠的自有资金 虽然有20%是负债 但是这个还是叫 非杠杆收购 杠杆收购 一定是什么 主体资金是 主体资金来源是什么 是负债 一定是主体资金来源是负债 好 这是讲的 企业收购资金的一个来源 分为这样两种 好 关于并购的类型 在考试中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客观题为主 主观题呢 偶尔也会涉及到 也会涉及到 好 接下来第三 关于 并购的动机 好了 并购动机跟前面那个 并购的分类一样 这都属于什么 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两性级的知识点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讲这个并购的动机时呢 它是什么 它是相对于新建而言的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 并购战略不同于 新建战略的动机 在这个跟新建战略 不同的方面 不同的方面 好了 不同方面在哪里 可以 避开进入比赖 迅速进入 一个是避开比赖 而来快速进入 然后呢 这样一来就争取市场机会 然后呢 规避各种风险 这就是怎么讲的第一个动机 这话怎么理解 那么说到这点 就要先说新建 你比如说假设 我们某一个产业 那么现在呢 如果在某一个产业当中 先有企业 是吧 假设有A B C B E 对不对 ABCDE 好了 如果是新建什么意思 新建就是说 我们这个 整个产业当中 先有呢 5家 ABCDE 好 如果说你要新建的话 我告诉你 那么新建就是什么 新建就是 自己去成立一个公司 F 是吧 来 这个 从事 该产业 但你知道吗 这样一来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现有的竞争 企业 就会变成 从5个变成6个 对不对 5加1 好了 然后你发现 当F要进来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什么 ABCDE 就会对F公司进行排斥 对不对 跟他设置障碍 甚至是报复性手段 对不对 行为性障碍 这有可能 那想想 如果ABCDE 对他进行报复 你就面临了什么 很强的 这个进入障碍 行为障碍 而且呢 你新建呢 很慢 你想你建一个工厂 那要建多长时间呢 是吧 好了 然后呢 你这个货极四场机会呢 比如现在行情绪扬好 但是等你建好的时候 可能行情都变了 是吧 好了 所以说 这个是讲的 新建 它就会面临比赖 进入较慢 或许市场也比较慢 但是你肯定 用一种方式了 如果什么 如果通过这个 并购的方式进入 并购 是吧 我们说假公司嘛 所以假公司如果新建 可能新建 成立个指控是F来做 那叫新建 如果假公司 如果从并购呢 他才不去新建呢 他觉得这个产业不错 怎么样 我直接去收购什么 我去收购D 好了 你发现 如果去收购D的话 那么我们说 ABCDE D已经在其中 对不对 我们这个假公司 收购D公司 并不导致我们的 这个整个现有的竞争 这个统业 从5家变成6家 是吧 那么这样一来 人家已经 D公司已经在产业当中了 这个可以避开 进入比赖 然后呢 你说 新建一个F工厂 可能需要两年时间 编购如果谈得快 可能需要一周时间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新速进入市场 然后就能 迅速把握这个机会 规避这种各种风险 好了 你看 它就不存在 是吧 新进 重新进入 可进入障碍的问题 而新建 就会变临 这个什么 就会存在 重新进入 就会存在 进入障碍的问题 然后呢 哪个方式 一对企业 迅速做出反应 抓住市场机会 对呀 迅速反应 是吧 迅速进入 抓住市场机会 迅速才能获得什么 机会 你要是慢了 啥叫机会 稍重这个几事呢 是吧 如果机会 要什么 这个动作慢了 机会 稍重几事 那么 机会就 不存在了 好 这讲呢 是第一个 这个不同于 新建战略的动机 一定要注意啊 是不同于新建 所以你看 我们在讲的时候 都是什么 并购跟新建 对比起来讲 好了 然后呢 获得协同效益 对不对 协同效益 好 我们说 协同效益 产生什么 互补职员 协同效益呢 应当通过什么 通过 技术转移 或者经营活动 共享来实现 好 那么说 什么样的协同 我告诉你 比如说 家公司 为什么去并购 低企业呢 我告诉你 低企业 它有什么 它有比如说 这是一个 新能源电池的 产业 假设 如果是新能源电池产业 那么这个低公司 它有什么 它有生产设备 它有生产的 这个什么呢 能力 有生产能力 什么是能力 有人 有设备 是吧 甚至材料也不是问题 但它可能就一点没钱 我给你讲 假公司怎么样 我跟你说 它就是有一点有钱 好了 因此 说这样吧 那我就来 并购低企了 我并购完成过 低公司变成我的子公司 我就跟它提供资金 它就提供人 设备 材料 然后就能什么 发挥资源的复补 你这个低公司 要是没有钱 再有人设备再好 材料再丰富 没办法 生产开动不了 生产启动不了 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讲的 产生资源的一个复补 你看 协动效应 是否通过技术转移 或者经营活动来实现 刚才我讲的 如果说是低公司 有人有设备 有材料 优势 而假公司 人这个有资金优势 那么他们就是什么呢 并个完成会形成一体 那么这个是通过什么 经营活动的共享 可以实现 将一来 你的资金 结合我的人 设备材料 就能够发挥系统效应 就能够迅速的 获得市场机会 好 这次我们讲 并购的动机 一定注意 是不同于 新建战略的动机 好了 第三呢 克服企业的负外部性 减少竞争 增强对市场的控制力 增加对市场控制力 好了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要处理 什么减少竞争 你们刚才看到了 你看 如果说是新建 以前面这例子来说 如果是新建 是吧 那么 我们这个产业的 同行业 会从什么 会从五家 五家变成六家 如果是并购 对不对 之前五家 它之后 往哪儿还是五家 对不对 并购往哪儿还是五家 那么今天一来 我们说你说 整个产业中 只有五家竞争激励 还是有六家竞争激励 是吧 所以说 相对于并购 我们就不增加竞争对手 所以说减少竞争 那么可以获得 市场的一个控制力 就是获得 所谓的控制力 什么意思 控制更高的 是吧 就是更高的 市场 氛围 对不对 更高的市场氛围 好 然后这里面说 什么叫 克服企业的 负外部性 教材里面 对这个负外部性 没有加以解释 我给大家 扩展了解一下 主要是通过扩展 对这个要有 要有一个什么 要有一个概念 什么叫负外部性 这里看 所谓企业的负外部性 是指 企业的行为 影响了其他企业 那么 失之支付了 额外的成本被用 但是后者呢 又无法获得 相应补偿的现象 好了 内部发展 就会产生 负外部性 而这个 外部发展 并购 就可以克服 负外部性 什么意思 比如刚才说 是吧 我们说 如果是采用新建方式 说我们现产业 现有ABCDE 如果说假公司 以新建方式进入 来建立了一个 F企业 那我告诉你 F企业的进入 ABCDE 就要去什么 就要去对付它 对不对 就要对付它 因为它来来 正在竞争 好了 那么ABCDE 可能为了阻止F 是不是 你看 假的行为 影响了什么 意味着 假的行为 影响了什么 ABCDE 好了 并使之支付了 额外的成本费用 就是说 ABCDE 支付了 这个支 指的是ABCD 那么ABCD 支付了额外费用 但是呢 支付了国 它又得不到补偿 对不对 它又得不到补偿 好了 于是这叫什么 这叫做 负外部性 你看 新建就会导致 这样的结果 ABCD 产生额外的费用 得不到补偿 那这就是讲的 克服了 负外部性 而 如果是并购呢 并购就没有 F的存在 如果假公司 直接去收购 D 是吧 ABCDE 还是ABCDE 就不存在 我们这个ABC 是吧 E 要去对付 它的问题 因为它不改变 我们产业的 现有的 至少是 企业结构 对不对 不改变 现有的企业结构 好 所以说 新建就会 增加负外部性 产生负外部性 而我们的 并购就是 克服 负外部性 好 关于我们讲的 并购的动机 这三点呢 在考试当中 还是要最 客观体制观的 都要重视的 我们最好还是要 能够把它什么 熟练到 能够背得出来 写得出来的程度 好了 就来我们看一下 第四 那么企业并购呢 也经常会出现 并购失败 那么并购失败的原因 这是我们考试当中的 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 大家看到了 标为三星级的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看 并购失败原因呢 那么主要有 这样四种类型 有四大原因 一个是决策不当 好了 那么大家就啊 这个决策不当 往往因为什么原因呢 往往是因为我们 对相关的 并购一些重要信息 了解不准确 那么往往是因为 这样的原因 了解不准确 重要信息不了解 那么对我们的 背色国企业 是吧 不了解 那么这样就开始 盲目的 是吧 草率的什么呢 结果就是 草率的并购 因为不了解 就草率下死 那么这就叫做 并购决策不当 是吧 决策不当 那么第二个呢 变革后不能 很好地进行整合 是吧 不能很好地进行整合 什么意思 我们说 其实完成变革后 那面临什么 面临战略 因为我们说了 比如说 A收购了B A和B以前 战略不一样 是吧 你比如说 A收购了B 那么在AB以前 战略不同 组织结构不同 相关制度不同 业务跟其文化不同 而这方面 现在整合在一起 要变成一个步调 对不对 要变成一体 那么这个时候 整合 这个时候整合 就很困难 然后呢 企业文化整合 是最基本 最核心的 也是最难的 但是当中 重中之重的整合 就是一个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我们说的企业文化 因为双方的 这个领导层的管理风格 员工的这个什么呢 是吧 喜好 这都有很大的区别 好 那么这个变成一个整合 在变购当中 变购完成后 整合不好 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 然后呢 支付了过高的 是吧 变购费用 过高的费用 而且跨格变购呢 还面临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 好了 我们这里讲的 这四种原因呢 我把它这个用 简单的方式 加以表述 我们说 深入前出 所谓决策不当 就是买了不该买的 是不是 你把不该买的买了 以为很好 结果不好 以为很了解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 隐藏的东西 不清楚 好了 不了解 这有什么讲的 叫做决策不当 还有呢 变购后 不很好的 不能很好的 进行企业整合 那就是买了不好用的 你收购一个企业 结果呢 很难发挥效用 尤其不能发生 一加一 大于二的效应 对不对 那就不行了 是吧 好了 这个原因在哪里 就是整合的是不好 包括战略的整合 组织结构的整合 制度的整合 业务的整合 文化的整合 等等 是吧 这方面整合的不好 然后呢 第三 支付了过高的 费用什么意思 买了价格高的 你买贵了 对不对 那么 这公司本来 只需要五个亿的 结果你花了八个亿 好了 买了不该买的 那买了 买了价格高的 然后呢 政治风险呢 然后我告诉 就是遇到了 政府坏的 是吧 那政府给你设置了障碍 你比如说 你现在到美国去投资 对不对 那美国政府 就不是个东西 对不对 经常跟我们这个什么呢 设置障碍 对得进这样的调查 说你违背什么什么 又违背了国家安全 那你又多得不得了 是吧 对不对 说那个政府坏的 那不行 那这要是跨国并攻 面临政治风险 好 那我们把这个呢 一试给大家 是吧 深入显著的表述一下 加深理解 发能更好的记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政治风险 怎么防范呢 是吧 防范东道国政治风险的 具体举措 那么可以考虑 以下几点 那怎么防范 加强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评估 对 东道国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到国外去投资的地方 是不是 就是你境外并国 并国的地方 然后呢 进行评估 然后进行动态的监测和预警 完善动态监测和预警 是吧 那么要了解动态的情况 有什么变化 这种变化有没有 是吧 引起我们的重视 预警 是吧 好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采取灵活的国际投资策略 你可以国际投资的 灵活的策略 构筑奉献防范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三呢 实行企业当地化政策 当地化 减少于东道国之间的矛盾和磨擦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大家深入浅出举例 讲讲 深入浅出来看一下 一 所谓加强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评估 完善动态监测和预警系统 比如 中国企业 你到美国去投资 那你就要什么 加强政治风险的评估 对不对 你要去评估你这个投资 在美国 以后的政府 亏裂这个什么呢 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好了 这个政府带来什么影响 当然尤其是不利的影响 对不对 好了 第二 这就是讲的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评估 你随时要关注一下 那政府可能会有一些制裁措施 会对你是吧 那你要动态的监控 是吧 随时都要注意 然后呢 及时跟自己预计 好 然后 第二个呢 采取灵活的国际投资策略 构筑风险 控制建设系统 比如说 中国企业 说你在美国去投资 美国对中国企业现在是什么呢 是吧 那叫做横看书看 这个 只要你强大 他就觉得不放心 那么因此你可以考虑什么 我可以借到日本投资美国呀 什么意思 我在日本成立一个公司 然后让日本的企业 再去投资美国的企业 是吧 那就是说我们中国母公司 在日本成立子公司 日本子公司 在美国成立子公司 那就变成我们中国的分公司 是吧 那就借到日本 是吧 当然说个意思啊 不是说借到日本就安全了 好了 就是灵活的国际投资策略 这只是其中之一 那就尽量的绕开 好了 第三呢 什么叫实行当地化政策呢 是吧 减少跟东道国事件的某种跟摩擦 比如你说你中国企业 到美国投资 你尽量与美国企业呢 合资 这样一来 这个企业里面也有他们的 这个份额 然后呢 最好买当地的材料 这样来拉动当地经济 最好用当地的人 解决当地的就业 是吧 好了 这样一来 用当地材料 用当地的人 这有什么叫做当地化政策 这样一来 即便这个国家要制裁你 是吧 那么 受伤的不仅是我们 中国的资本 也有他们本国的资本 对不对 好了 就是实行所谓的当地化政策 那么 防范东高国政治风险的 具体措施 这三点呢 大家也是要什么 重点掌握的 因为 我们整个 变购失败的原因 它都是 非常重要的 支持点 好 关于我们讲的这个 外部发展 在以前的考试当中 我们说了 考的 不管是主观体 还是客观体 那么 都有设计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